原文在族,書接上一回 話說有一天,信慶開大火,所有弟子都聽說 現場就一片鴨卓無聲 信慶清清的喉嚨就開始說了 人知初,姓本我 剛剛說完,一個人十聲下站起來就大聲說 人知初,姓本善 信慶奇怪,啊,誰在撐亂歌柄呢 他順著聲音看過去,啊,是那個小算寫得極好的李詩 信慶先生不管他,又說,嗯,先有雞 李詩又說,先有蛋 清,取之於藍,而勝於藍 並,水為之,而寒於水 清,取之於藍,而清不及藍 並,水為之,而溫不如水 是,撞著那個包頂頸,唐貨還點上啊 信慶先生好生氣啦 哼,那一聲,一拼個衣袖就走了去了 李詩索啊,整身上下被一種復仇的快感包圍著 他克制不到自己,仰天狂笑 他還挑釁地看著身邊那群同學 然後,轉身走回宿舍 包袱已經整理好了,老婆和兒子已經在鄉下 上菜郡的家,靠著門邊等著他 信慶先生呢,不愧是一個偉大的教育家 被李詩當庭頂撞,一陣子就燒到氣了 在李詩身上,他看到其他學生所不具備的獨立思考的可貴品質 他知道,只是懂得人魂逆魂的人注定的一輩子沒有運行 他就趕快追上李詩,兩個人在和平和好的氣氛之下進行了一番長談 信慶很高興,當職拍板就用李詩升入博士班讀書 所謂一遇風雲的變化龍 李詩在信慶的悉心教導之下,學業帶進才華進顯 很快,他的文章、精準、謀略、辯論在信慶門下已經是無人能及了 信慶感嘆,以後可以繼承得到我衣撥的,只有李詩 各位,我們廢話就不說那麼多 不說李詩在飽食精神糧食的同時,物質糧食都是時常斷檔 也不說李詩在孤獨的異鄉對老婆子女的思念 也不說見到別的同學喝酒叫雞的時候,李詩心中的那份憤怒和失落 我們只是說光陰此戰,一眨眼就失眠 李詩覺得自己學業已經大成了 足可以遊說諸侯定國安邦,於是向信慶辭行 嗯,信慶想挽留他留校任教,李詩怨言借絕 當然啦,做學問哪裏是他的志向所在啊 李詩回回宿舍收拾好包袱,一路唱著歌仔,心情雀躍而且狂野 他正準備走出門口,見到門外邊有一個陌生人走進來 李詩好好奇地望了眼這個陌生人,就是這一眼,令他落定決心在信慶門下又留多了三年 那麼這個陌生人是誰呢?他身上有些什麼魔力可以吸引到李詩呢? 我們必須要承認的是,有些人一望就知道他是非凡的人物 李詩當然瞄了個陌生人一眼,就斷定他是自己今生今世見到的 第二個注定不留的重要人物,第一個當然是他的老師信慶先生 而這個陌生人,他依觀華麗,盡美優雅,拿著個名貴的皮箱,在當時估計好像LV那樣 看他的樣子,是剛剛來報道的新生 李詩作為一個老生,對這個新生一點都不敢輕視 因為他知道,如果少看這個人,只會是他自己的損失 李詩的第六感告訴他,眼前的這個人 必定是自己一生的敬敵 而那個陌生人也留意到李詩,同樣也是眼前一亮 他自我介紹了 在下寒飛,寒飛過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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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陌生人說話漏口 所以說這麼短幾個字,已經浪費了很大力,幾乎出汗了 而李詩呢,哪有心情在乎這些肉體上的蝕微缺陷呢? 他已經完全被這個年輕人的名所震撼了 他將自己的頭殼,伸入自己的肚腩樹,大聲地喊 蛤?我沒有看錯人啊!天啊!韓飛啊!他就是韓飛啊! 各位,李詩這種近乎癲狂的興奮,不是沒有來由的 韓飛,韓國的公子,若冠之年就已經裁高四海,明動天下 而崇拜英雄呢,是人類的本性來的 韓飛就是當時被無數的讀書人所崇拜的英雄 李詩慢慢都沒想到自己居然能夠有幸跟傳說中的韓飛同窗讀書 因此呢,一時的失態也都在情理之中 兩個人坐下吹了一陣水,都有相見恨晚的感覺 韓飛想不到的是,在蘭陵一個這麼小的地方 除了信興先生之外,居然還有李詩這樣一位智慧的人物 李詩想到的是,韓飛,我不如也 我將從而遊之,從而學之,從而過之 於是,李詩放下的包袱,不走了 韓飛的到來,在殉興的弟子中間也都引發了很大的轟動 所以韓飛所到之處,總是會被些狂義的同學包圍 找他拿簽名,問他那些五花八門的問題 韓飛是漏口的,每次由李詩來都代答 李詩雖然代答,但總是能夠暗合韓飛的心意 所以很快,李詩和韓飛就成為了一對死黨 兩個人居則同身,出則同車 那種親密的程度,一點都不差得過身分的夫妻 縱觀中國五千年的歷史 但是,好像李詩和韓飛那樣令後人深朝澎湃的兩個男人的相遇 實在是不是多件 究其原因,一來,相遇的兩個人都是要超重量級的人物 而且敦位相當 二來,要足夠年輕,至少不能太老 為什麼呢?因為人一老就會特別固執,特別傲慢,很恨憎 第三,要在一起的時間足夠長 一夜情點不算什麼 第四,要互相影響,彼此之間有得獎 第五,兩個人分開之後都可以在境界之上有一定的提升 想來想去,大概就只有唐朝那兩個半人半神的詩人,李白和杜甫 所以知道這種相遇是要緣分,可遇不可求的 那麼,跟我們現在一男一女的相遇來比呢,又等而下資了很多了 就算是才子佳人相見,又如何呢?大家見面,還發生了關係 爽的只是自己 就算拍三級片流傳後世,後人想起你們,最多就是性慾高掌 段不會心拍搖蕩的 所以說呢,境界有差距的 好了好了,已經扯到武雷弓這麼遠,回回頭先 見到李斯和韓非這樣相識相知,最高興的就莫過於殉興老先生 他創老的心靈就如同秋日的田野,沉沉在豐收的金黃之中 他走去孔子的畫像前面,非常自豪地討告,他說 五道之光,五道之長,又豈在門人之寡中 是韓非李斯爾人,教聖門七十二言人,屬語 傳說孔子有弟子三千,賢者七十二 信興這句話呢,即是說 自己的道業昌不昌盛,和弟子多少是無關的 你看下我,韓非和李斯兩個人 和孔門聖賢的七十二個相比,誰比較威風 柳澤為李斯爾人 had reached永遠 柳芋遜難are anyone的心靈 柳芋遜難,也會有點 Affordable 布-名言 donc賢者落個更的渾строй BBQ Teachers Type систем 包裝聽到system 長篇歷史富士《大巡帝國第一宰相》 李斯傳奇 由廣東地區最好的廣播小說平台 FM96.2 創意出品 原著 曹聖 主播 梁浩銘 講返李斯 他在韓非身上學到的知識 絕對不會比他從殉興身上學到的小 韓非以他獨特的貴族視覺和超凡的天才 將李斯帶入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韓非帶來的珍貴典籍 對各國形勢的分析判斷 對歷朝的得失都有深入的見解 都使得李斯仇益非淺 李斯就像一片貪男而高校的海綿 可以迅速將他所接觸到的知識 全部能吸乾消化 之後李斯回憶這段美好的求學歲月的時候 他是這樣評價他和韓非的關係 他說 不如李斯 韓非不失為韓非 不如韓非 李斯不得為李斯 各位 這句話聽起上來多時有些謙虛 我覺得打個這樣的比方比較貼切 即將李斯和韓非 比喻成兩個生產知識的國家 韓非國就通過 撩口牌火車向李斯國 傾銷了大量知識產品 李斯國就通過包頂頸號貨輪 向韓非國反傾銷了大量知識產品 除了殉興國之外 韓非國和李斯國 互為最大的知識貿易夥伴 只不過 最最後結算下來 韓非國是貿易順差國 李斯國是貿易易易差國 就是這樣解 這句話 俗語都有雲 天下無不散之言者 又過了三年 那隻名利的野獸 在李斯的體內又是騷醒 他覺得時機已經成熟 所謂 德時無台 就利在急行 他要離開蘭嶺 這一次 信興老先生也沒有再挽留 他知道這個時候的李斯已經不再是七年前的那個李斯 亦都不再是三年前的那個李斯 這個時候的李斯又怎樣 心如滿月公 至此村民戰 他向往著天下 而天下也在等著他 信興老先生只是問他 他說 愚欲何往 李斯對自己未來的行動 一早就已經成足在空 他立刻慷慨地回答 師民今萬成方爭時 遊者主時 今秦皇欲吞天下 此報意恥慕之時 而遊衰者之秋也 故斯將世衰秦皇矣 這句話就是這樣解 我聽說現在各國都在爭鬥 尤其是秦皇他想吞併天下 這就正是我這一類知識分子發為的時候 我要去秦國遊衰秦皇幫他打天下 信興老先生又問 那麼你自己本身是楚國的人 你為何不幫忙楚國呢 李斯答說 楚國都不能用老師你 又怎會用我李斯呢 嘻嘻 這句話就真是勾起了殉興的傷心往事 唉 殉興長嘆一聲 閉上眼睛不再說話 李斯於是恭恭敬敬 向殉興扣了三個頭 走人 各位要問 李斯為甚麼事要去秦國呢 當時 陸國佳藥 秦國獨強 陸國佳藥 但都未至於弱到 一些翻身的機會都沒有 而秦國獨強 但亦都未強到 夠膽拍了心口 以一滴陸 那一般人的想法呢 通常是 李斯就不是這樣想的 他怎麼想呢 他不做雞頭 又不做牛尾 他要做鬥牛士手裏面那把寶劍 帶著鋒利的寒光直取牛頭 他要證明 在弱者中間 他是強者 在強者中間 他是更強者 在他身上 根本就不存在著 什麼妒忌 這些低劣的情感 想回當初他見到光芒 好像太陽那樣的寒飛那時候 內心裡頭就一點都不妒忌 有的就只是戰而勝之的勇氣 和自我 紐約人呢 經常吹噓自己的城市 有多麼厲害的時候 通常是會這樣說的 You can make it here You can make it anywhere 嘿嘿 翻鬼話 為什麼呢 意思就是說 你在這裡做得到 在其他地方都可以做得到 那時候的咸陽就好像現在的紐約那樣 所以 我們這位好勝而驕傲的李斯同學 就總是要去咸陽了 說回 李斯來和他那個朝夕相處了三年的兄弟 韓飛告別 兄弟兩個年紀差不多 性情也都很相緊 自然就可以說很多的資深說話 李斯痛飲一杯酒 然後說 鬥莫大於悲賤 而悲莫甚於窮困 九處悲賤之位 困苦之地 非勢而惡力 自託於無謂 此非是之情也 這句話 這句話 為什麼呢 即是說 悲賤是人生最大的恥欲 貧窮是人生最大的悲愛 長久處於悲賤的地位 窮困的景地 反而譏諷富貴 厭惡利落 還說自己是無謂 懶不清高 其實是無能 這些絕對不是 事人應該有的情懷 韓飛歸為韓國公子 所以對悲賤和貧窮 自然就沒有李斯這麼深切的體會 他本來想邀請李斯 和自己一起回韓國 但見到李斯去咸陽的意願 這麼堅決 也不方便再說什麼 既然要國賓前程 韓飛就向李斯提出自己的一些意願 各位 韓飛想李斯做什麼呢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跟著請收聽李斯傳奇的特別製作 焦卓寧見招過招 古中有古見招過招 古中有古見招過招 大家好我是焦卓寧 有一句成語叫做萬世絲表 即是千秋萬世老師的表率 值得永遠學習的榜樣等解 講到萬世絲表 我想我們一定會想起一個人 這個人就是孔子 他是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儒家學說的創始人 他的思想和學說對後世產生了很深遠的影響 兩千多年來 孔子一直被奉為萬世絲表 其實中國歷史上 是出現過不少堪稱萬世絲表的教育大家 老子啦 莊子啦 還有 李斯的老師 一般開 親自去追李斯回來 然後重點思繳 這一種胸襟 試問現在 還有幾多人做得到 人一世 如果能碰到一個好老師 真是非常之幸運 一個好老師勝過萬本書 一個好老師 可以指點迷津 令我們行少很多彎路 一個好老師 甚至可以點石成金 可以扶紐化神奇 所以 我們不妨學一下李斯感 亦幫自己找個好老師 必要的時候 還可以嘗試挑戰一下老師 讓老師重視我們 然後對我們重點思教 所謂千里馬常有 而百樂不常有 千里馬有時是要主動去找百樂的